江苏浙江或许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正在大调整 例如前段时间山东的上万的公务员可能要被裁员变成了真正的合同工 合同工的背后反映出来现在各地区的公务员数量已经超标 对于现在的财政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作为现在沿海地区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江苏和浙江显然也是在慢慢的进行改革 但是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是 它们更多的是依赖于外资或者叫做外企 而现在很多外资的撤离也加大了江苏浙江现在的经济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当地的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开始自行的选择更多的兼职 那么这个前提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本身的本职工作 也就是说利用更多的一些休息时间去做兼职 有的人可能做一项兼职 有的人甚至是做两项到三项的兼职 并不是说他们想要做更多的钱 而是他们的收入都在减少 至少相对于过去几年家庭收入确实锐减 那么利用做兼职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显然呢这种付出是辛苦的 也是更加的劳累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两个发达地区 它的生活成本更高 物价更高 房价更高 医疗和孩子的教育更高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去做更多的兼职 来获取和原来一样的收入 作为白领和底层 现在已经要先坐子了 因为白领呢 过去是有优惠的这个各种福利政策 还有非常饱满的收入 他们不怕失业 甚至是享受着各种添加福利 现在呢 他们慢慢的也可能保不住他们的铁饭碗了 作为底红的打工者 现在更是难上加难 现在这各种大的工程项目 暂时都已经停工或者是减少 他们无功可打 要知道很多劳动人民的底层 都是以体力汗水和时间堆积 来获取一定的报酬 现在没有了大工程大的基建 他们可能无功可打 只能反向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的一些 发达的角落 或者是一些连锁的品牌店面 无论是服装 冷饮 各种茶 或者是运动品牌 很多这样的店面呢 都在关门店转让出队的当中 这侧面和 这个状态也已经反映出现在实体经济 确实太难做了 就连江苏浙江这样的全国领头的经济地区 实体店也是很难撑下去了 可以说这十年啊 整个网络经济的发达 自媒体的发达 网络销售 网络购物 对于实体经济的打击 那简直是当头一半 没有办法 只能妥协 而越来越多的市场 现在呢 都依赖于互联网 作为实体经济啊 现在也很难 复苏 而最后一个 我们也会发现 现在当地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 高学历的人才 慢慢的也逐渐奔向了上海广州深圳啊 这项的超一线城市 他们在本地很难找到自己理想的定位 没有办法 只能处理 而这种现象可能会越加的激烈 包括现在很多的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毕业之后 极少数有人会回到老家 而大部分的留在了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城市 去寻找去挖索一些新的 有机会的这样的机遇 没有办法 这就是现在时代的压力 时代的焦虑 给我们造成现在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现在每个人都要做好长期果苦日的准备 不能再像以前乱消费 奢侈品的消费 而是要务实把自己的钱袋子守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情况下